哈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 Take a look 我是Yuki老師 今天一樣是Facebook的教學 現在是下半集的部分 一樣我們會教你五個小技巧 趕快一起來看一下吧 好的 那我們第八個小功能 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你知道嗎 Facebook現在也有提供照片編輯的功能囉 給你的照片添增一些小巧思吧 那相信大家現在神手一隻智慧型手機之後 基本上都會下載一些照片編輯的軟體 不過你知道嗎 現在Facebook也有提供囉 到底在哪裡呢 老師現在就要來告訴你 好 首先我們在貼文當中加上照片 那我們現在先選一張照片來做上傳喔 好 那我們上傳完成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照片當中呢 旁邊在右邊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編輯照片 那左邊的話呢 就有標註 你可以標註你的朋友 那我們現在來點選編輯照片的部分 好 點選編輯照片 點選編輯照片 那點選編輯照片之後呢 它就會開出一個大大的介面喔 在這邊首先跟你介紹的是濾鏡喔 濾鏡的話呢 像你現在看到的是原始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像是復古啊 春天啊等不同的這個效果 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喔 就是標註啦 就是臉書最基本的功能 就可以標註朋友 像你可以標註Tommy啊 可以標註自己啊 好 那第三個功能呢 就是剪裁的功能 因為呢 像Yuki覺得這個圖呢 有點太大了 所以呢 我想要來剪裁一下 或是呢 我想要把這個Tommy剪掉的話呢 我就把自己框起來 那已經框好之後呢 我就把自己呢 做儲存 然後儲存完之後呢 就只剩下Yuki了 好啦 那接下來就是來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個功能 好 另外一個功能呢 就是文字的功能 在這裡呢 你也可以新增文字 比如說我打Yuki 好 在這邊呢 你也可以換不同的顏色 然後呢 也可以移動之類的 好 然後可以選擇呢 簡單的字型 都是非常基本的功能啦 好 那在這邊呢 選好的話就OK了 那緊接著呢 是Yuki覺得比較特別的 就是像這個貼圖的功能呢 你可以看到喔 這些呢 都是像是這個臉書啊 這個聊天私訊的時候 我們在用的這個貼圖商場的這些功能 這些貼圖喔 所以呢 你可以來做下載 免費的下載 那如果你下載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你自己想要的 像譬如說呢 然後呢 Yuki就選擇了一個 長得很像 那個 台客路的小路放在旁邊 那你也可以選擇其他的貼圖 然後讓你的這個 照片呢 更加的豐富 好 比如說我來這樣子 然後如果呢 都已經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按儲存 好的 那在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Yuki呢 的照片 是不是跟剛剛不太一樣了 好 接下來我們按發布之後呢 就可以讓朋友看到一個 更豐富更不一樣的照片囉 再見囉